你为了准备晚上的饭 烤蝦 大家好 今天和你们分享港式鱼香茄子煲 免治猪肉 150克 茄子1条300克 咸鱼40克 姜2片 蒜头2粒 辣椒2种 用1汤匙豆瓣酱 1茶匙柱侯酱 先腌一下猪肉 放一点胡椒粉 鲜鱼和豆瓣酱有味 所以放少一点盐 1茶匙盐 1茶匙糖 1茶匙淀粉 1汤匙水 1茶匙 少许油 腌15分钟 先煎一煎鲜鱼 煎香后夹出来 把鲜鱼的骨起出来 切碎 加一点糖 放开 放开 预备一个酱 这个豆瓣酱 有时会有一粒粒蚱豆在里面 如果有的切碎 加1茶匙柱侯酱 先炸一炸茄子 烧到油差不多热 我们先切茄子 如果早切会氧化 要用盐水浸浸 茄子洗净 可以去皮 或者不去皮也可以 去皮会嫩滑些 不去皮会有益些青花素 切尾鱼 切尾鱼 次用小为皮 净净 净净 碎 碎 grease 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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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到有少许微黄就可以拿出来 先爆一下姜和蒜 放入猪肉 爆完猪肉转一转小火 爆一下酱 放大一点火 炸一汤匙绍酒 炸一汤匙绍酒 炸茄子 放入咸鱼 放入咸鱼 在另一边也在烧热瓦锅 放入咸鱼 放入咸鱼 这个亚烧煲些油 下葱段 倒入茄子 如果喜欢汁的话可以在转煲前打薄芡 完成了 有些人会打薄芡 我忘了放辣椒 可以把眼泡放 backgrounds 要不分成 black 要不分成 cut